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604集 比如 血阳府主 是远古血神传人 这一次秦臣不仅仅是彻彻底底地掠夺了属于他的财富 更是将他肉身中的圣主本源都进行裂化 本来秦臣是无法将血阳府主这些府主及圣主体内的圣主本源炼制成丹药的 但是 有了紫霄兜律宫和补天之术之后 秦臣却是可以强行将其裂化 甚至 秦臣在炼制的过程中 不仅仅炼制的是血阳府主的圣主本源 更是通过命运长河去沟通传说中的血神之力 来炼制出血神的文明 血神是一个传承 也是远古天界的一尊古老强者 血阳府主死了之后 血神传承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折服 然后在冥冥中未来的某一天 再度降临到某一个血阳府的天胶身上 重新复活 继承血神之位 传闻 血阳府的这一脉便是远古血神的血脉传人 血阳府自开辟以来经历了上百万年 其中死了几代的血阳府主 现在这一代血阳府主是血神的第七代传人 不过这一次 秦晨却是通过冥冥中的命运长河 催动体内的血之文明 结合血神圣子和血阳府主身上的气息 竟然是直接沟通那远古的血神传承 将那血神传承直接牵引到了紫霄兜律宫之中 从那血阳府主身体的本源之中 一道命运长河出现了 长河之中一尊恐怖的血之身影 开始缓缓浮行 是血神传承的血神虚影 这血神虚影的气息 比之血阳府主都要浑厚得多 可怕得多 如果在外界引动 秦晨还真的未必能够镇压 但是他现在确实被秦晨牵引到了 乾坤造化玉碟里 甚至是直接出现在了紫霄兜律宫之中 这样一来 就如同是瓮中捉鳖 让秦晨瞬间占据了上风 那血神传承还没来得及 反应过来召唤自己的是什么 就已经是开始被熊熊的火焰焚烧 炼化其最核心的物质 这血神传承立刻就发狂 那血色的虚影在秦晨的炼制之间 倒到血光开始弥漫 形成了一轮血色的大日 这轮血色的大日飙飞旋转 射出了血红色的红光 发出了惊怒的咆哮和骇人的气息 要冲出紫霄兜律宫的束缚 但是在秦晨几个人的镇压下 并且在补天之树下 这一轮血色大日 怎么也无法挣脱束缚 只是咆哮淋漓 冲冲中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诅咒 最后 砰的一声 血色大日炸裂 化为了无数的血光 融入到了血阳府主的圣主本源中 然后被炼化成了本源之丹 彻底的死 从今往后 血阳府再也诞生不了血神传人 因为连冥冥之中的血神之力 都已经是被秦晨给炼化 哪里还能有血神传承 而这一股血神传承 也让秦晨体内的血之文明 有了新的感悟 那血之文明的书液 更加的浑厚璀璀 果然老的比较厉害 杀了小的 来了大的 灭了大的 炼化了老的 秦晨冷冷一笑 从血神圣子到血阳府主 再到远古血神传承续 秦晨熠熠熠熠 使得自己的血之文明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步 炼化了血阳府主之后 秦晨开始炼化天山府主 这天山府主拥有的是 天山府的天山传承 他身体中的圣主本源 竟然是化作了一座 神山一般的山岳 巍峨庞埔 这股力量倒是比较适合药无明 毕竟药无明所拥有的宝物 世界山是属于这一类 本源文明 当这一股力量被炼化 并且融入到药无明的身体中后 药无明的身体各处细胞 都爆发出来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给人一种不动如山 瞬息间就能毁天灭地般的感觉 药无明突破圣主之后 定然也是一尊盖世人物 秦晨满意地点了点头 普通的圣主 他还懒得奴役呢 但是像药无明这种 在半步圣主境界 就足以和普通圣主交锋的高手 一旦突破圣主 那绝对是能翻手间 杀灭 刻意圣主 能和天山辅主这栋 初期巅峰 义辅之处高手 交锋的顶级强者 一旦自己麾下 有如此之大的一片势力 那到时候 天界何处不认自己遨游啊 炼化天山辅主之后 紧接着 秦晨开始炼化神赵教主 御明辅主 还有人王辅主 神赵教主拥有信仰之力 神赵教甚至还和转世神通 让秦晨独创出了炼魂之处 他的传承 在秦晨的心目中的地位 甚至还要在血阳辅主之上 御明辅主的传承 稍微弱了一些 至于人王圣主 那也是十分强悍的 拥有远古人王血脉 虽然这所谓的人王血脉 只是某片天域的人王 但是既然能传承无数万年 定然是有着独特之处 一旦炼化 定然也能给其他人修炼 带来巨大的帮助 紫霄都律宫 疯狂地震动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 才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几大辅主的力量全部被秦晨所炼化 这才是真正的炼化 一丝一毫的精气都没有浪费 全部都在紫霄兜律宫和乾坤造化雨碟中滚滚流淌 整个乾坤造化雨碟几乎是要爆炸一般 幸亏有万界魔术坐镇 并且乾坤造化雨碟也被炼化得更加可怕 否则还真的可能要震动 甚至被震破 轰隆一声 突然之间战舰一阵 此时秦晨他们的队伍还在跋涉之中 也终于是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任王府 当秦晨他们降临任王府的时候 任王府外无尽的虚空中 已经是聚集了一些强者 他们都是来自问寒天其他势力 从某些渠道得知了广汉府大军出发的消息 于是赶来任王府 要获得第一手消息 他们虽然不知道广汉府进攻的对象是谁 但是得知了这一次针对广汉府的行动 是以任王府为主的时候 自然早早地聚集在了任王府之外 哎 我说 这都三天了 广汉府的人出现了吗 任王府外 早就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也不知道有多少势力聚集在了这里 有多少顶级府域 全都翘首以待 知晓任王府或许会发生大变化 有的来自问寒天 灵雪宫的 天眼宗的 明慧阁的势力 也有问寒天外其他天狱的势力 在天界试炼所发生的事情 无疑是已经惊动了整个天界的高手 所有人都关注着 然而 三天过去了 任王府那里风平浪静 没有人攻打 天界的大日升起 又是新的一天 大日已经高高在上 但是还是不进广汉府的大军前了 我说 不会是假消息吧 按照时间来算 广汉府的队伍应该也快到了 此时 各大势力的人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结果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烈日绽放火热光芒 各大势力在广汉府的探子 早就已经是将消息传了出来 广汉府有大军出动 去向慕名 疑似要占领进攻广汉府各大服役 然而 时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这里一切都是很平静 风平浪静 很平常的一天 他们从街道消息 第一时间赶来 已经是等候超过一天了 按照道理 三天时间 广汉府的大军通行的速度极快 因为这是属于战略级别的战舰 携带着战舰群落 可以在天界虚空之中穿梭 是远古人族大战的主力军 三天的时间 足以让广汉府的大军赶到仁王府 可现在 这里很是平静 不会是弄错了情报吧 广汉府的人并没有出动 甚至 之前仁王府大军被广汉府拿下的消息 或许也是小道消息吧 堂堂仁王圣主带领的几大抚育的辅主 竟然是被广汉府斩落 实在是意外 老夫特地出关 街道消息一路奔波 甚至燃烧本源 只为第一时间观摩消息的真假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看样子之前的消息 也极可能是某些没有道德势力的人云云 有人窃窃思语 表达不满 甚至有些失落 他们辛苦赶来 只为了知晓消息的真假 但现在 让他们苦苦守候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日上三竿 人云府依旧平静 没有大军来袭的迹象 许多人忍不住 纷纷发表看法 难道说广汉府大军进攻的 并不是人云府 而是天山府 或者是血阳府 神赵教这档事例 不太可能吧 这一次进攻广汉府 是以人云府为主 而且人云府三大高手 传闻也一同陨落在广汉府了 进攻人云府最为方便 抵抗也是最小的 广汉府没有理由 放着人云府不攻 而是去别的府邸 一些高手之间彼此议论 他们都是看热闹之人 有些势力之间 甚至不算友好 偶尔也有摩擦发生 但是这时候 都是很和平 没有大动干戈 因为他们深知 如今的问寒天 正处于变天阶段 他们以前的小打小闹 根本拿不出手 大家行事都很谨慎 不愿意太过张扬 看样子 广汉府是不会来了 什么 那秦晨强势斩杀圣主高手 威魔无癖 吹得实在有些过了吧 不会是 又是哪个势力 暗中浑水摸鱼 故意地搅浑天界的水吧 有人说到 语气中居然是有些失落 十分的失望 显然 此人呢 是来看好戏的 现在好戏没看到 自然是有些风言风语 甚至 仁王府中的气氛 也都有些诡异 他们 也是得到了外界的一些消息 有传闻 他们仁王府的仁王圣主 和仁王三老 在广汉府被杀 血溅长空 现在广汉府的人要来算账 一个个都是很紧张 在等待着什么 结果一切平静如常 哼 广汉府算了个什么东西 勾结魔族 我们仁王府大人 既会被那广汉府的 萧小之辈所斩杀 可笑 有仁王府的人开口了 语气很是傲然 消息传出 物资还有大府的危言 不过 他们也就是开口 仁王府的大阵 其实早就开起了 时间紧闭 没有打开的迹象 这种时候 任何小心都不为过 外界 很多人也摇头 看样子 广汉府的人是不会来了 三天的时间 以主级战舰的速度 理应到了 哎呀都撤吧撤吧撤吧 广汉府应该是不会来了 具体原因呢 要么是消息有误 要么就是根本没这回事 反正广汉府大军 并没有出现 有一些势力的人 都准备撤退了 或许 广汉府先行进攻了 其他府域 但是 他们在其他府域 也布置下了暗探呢 目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显然 其他府域也都很是平静 就在这些势力的高手们 即将离去的时候 轰隆一声 突然 有些人瞬间安静 陷入到了死寂中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 远处 虚空中陡然裂开了 一艘艘战舰出现了 浩浩荡荡 化作大军 竟然是真的有大军降临 任王府 轰隆的一声 无尽可怕的杀机弥漫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 如同是一片鬼名军队一般 瞬间出现在了这方虚空 出现得太突然 以至于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瞬息之间 这支大军就降临到了 任王府的战口 这支大军没有理会任王府 虚空外的一些隐藏高手 直接降临到了任王府之上 霸道林里 有人认出了 这其中三艘主机战舰 竟然是刻有人王府的标志 但是 这上面的气息 却是变了 没有任王府那种 人王血脉的浩荡 有的只是冰寒 有人在上面感受到了广韩府的气息 广韩府的大军真的降临了 秦晨 神王府到了 战舰之中 秦晨的虚空一阵之后 就接到了广韩公主的船音 他身躯一阵 就和慕容兵云 幽千雪 瞬间出现在了战舰之外 至于耀无名等人 依旧还在乾坤造化雨碟之中 他们根本不能够出现的 也不能被广韩公主 和耀光圣主看到 不是秦晨信不过他们 而是有些事情 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